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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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接着来讲西方发愿文 昨天我们讲到正术宴文里头 灵终院 那么灵终院分两科 灵终正念 还有感佛来迎 昨天讲到灵终正念 这一小节 还没有讲完 我们就先把这一段文念一下 至于灵欲命中 欲知实至 身无一切病苦恶难 心无一切贪念迷惑 诸根月欲正念分明 舍抱安详 如入禅定 好 那么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是 希求 在灵终的时候 正念分明 也就是 弥陀经上讲的 灵命中时 心不颠倒 那么要在灵命中时 心不颠倒 平时就要下功夫 下什么功夫呢 放下的功夫 所以我们念佛人 每天就要自己减点 事出世间法 还有什么没放下 没放下 就要赶紧放下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世间一切的 人事物 都是假的 带不走的 带不走的 要放下 能带的走的 要提起来 能带的走的 是这句阿弥陀佛 是我们的敬业 所以 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 他一生 谨遵自己师长的教训 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念到底 日日月月 时时刻刻 都没有忘这句佛号 早上起来拜佛 白天出去田里工作 也念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 真叫刻骨铭心 所以他常常告诫身边的人说 要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假的就要放下 专心念佛 海贤老和尚讲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你想念阿弥陀佛 能够像这里 灵中正念 往生 就是要一向专念 一个方向 只求生净土 别的世间一无所求 念阿弥陀佛要转 这是我们平时要下的功夫 平日如果散心杂念 这个敬业没有成就 到灵形的时候 就会手忙脚乱 如果平常就把佛号念到 一心不乱 那么灵中 怎么能够不自在 不安详 然而 我们修行人 像这里讲的 平常就要能够放得下 贪念迷糊 那么就不用担心 灵中的时候 有病苦恶难 纵然可能有素食的业力 没有消 灵中的时候会有病苦 但是它不会妨碍你往生 因为往生 是我们的神世往生 不是我们的肉体往生 肉体上的病苦 不障碍我们 我们往生是把这个臭皮囊放下 到了西方 就换成了金梗不坏身 就好像我们换衣服一样 这个衣服现在穿得很破 很烂 补都不能再补了 那就把它抛弃掉吧 换一件七宝庄严的衣服 所以走的时候就非常的欢喜 主耿月遇 这个月就是欢喜 喜悦 很高兴 终于到今天得到解脱了 如出牢狱 得还顾家 像一个被判了很久的行事犯 现在终于行满出狱了 可以回家了 你说那种感觉 多么的喜悦 我们在三界的牢狱当中 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个无期不是一辈子 是生生世世 无量解 就在这个牢狱当中 现在终于可以出狱了 可以回老家了 真是不亦乐乎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情 很好 你有这样的心情 那往生就会很顺利 所以 无量寿经里面 你看四十八院 核心是第十八院 第十八院里头 阿弥陀佛就教我们 闻我名号 要至心信药 那个药就是好药 就是欢喜 一讲到要往生西方 太欢喜了 世间人 不明白这个道理 在牢狱当中 他不肯出来 一讲到往生 不吉利 千万别讲 甚至听到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都觉得不吉利 这是死人住念的时候 才念的 这是迷到所以然处 我们念佛人 不怕死 死是一种解脱 像我们有 同来的几位比丘大德 之前有一起相约 在我们正觉经测 附近的公墓 去过夜 总监坐 有时候自己也会 一个人在坟墓里过夜 那附近的 有好几个公墓 我们都有过过夜 出家人呢 修这个呢 有什么好处呢 这叫无常观 看看你看 周围的人都已经死掉了 将来我也要进到这里来呀 那没有什么奇怪的 人生在世 人家来看望我 我就会祝福你 希望你将来能够顺利往生 不忌讳 这是个好事 是喜事啊 那印光大师教我们 学道之人 要把死字挂在额头上 念念不忘此字 则道业自成 那儒家里都有讲 人不畏死 安可以以死为之 我们死都不怕了 这世间就无所畏惧 所以自己到总监坐的时候 有些道友来问我呀 你到晚上不害怕吗 我是不怕 他问那如果有一些众生啊 来找你麻烦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晚上还要在那个墓地里面放蒙山 把他们都招起来 大概很少人去那里放蒙山的 晚上那里特别寂静 因为从来晚上没有人去那里 可是那里的众生就很苦啊 我们就要去照顾他们 放蒙山就是请他们吃饭啊 跟他们说法 然后呢 劝他们求生净土 我说晚上没有众生来干扰我 如果纵然真有众生来干扰怎么办呢 也不用害怕 该来的就来嘛 那是过去生中可能有结了愿 他来报复 报复顶多就把这个命给他而已啊 对不对 命给他了 那我就往生西方了 那我还要感恩他呢 所以见到冤亲在主 不管是无形的冤亲在主 还是有形的人 这个冤亲在主 他来伤害我 甚至要杀害我 都不用害怕 都不用称慧 不要对立 心存感恩 感恩他成全我 早日往生西方 所以在这世间 无所畏惧的 因为我们念念 都悉求求生净土 置信信药啊 那么纵然到临终的时候 有病苦 也不用担心恐惧 这个时候一定有正念 不要想到 哎呀 我这个临终有病苦 是不是业障现前了 是不是那个冤鬼缠身了 那我往生不了了 怎么办啊 你起这个疑惑就错了 这就破坏你的信心 得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无 信心可不能被破坏 要坚信呢 阿弥陀佛会来接我的 对这一点不要怀疑 阿弥陀佛发了十八大愿 这第十八愿 就是让我们能够啊 最简单方法 十念必胜 难道你还相信 佛会讲妄语骗人吗 人家说 若不而者不取正觉 那现在佛已经成佛了 换句话说 只要我们真相信 真愿意去 十念都必生 所以心里面呢 是非常安定的 就等着阿弥陀佛来接一眼就好了 廉语大师的读解里面还跟我们讲 况且古德还有一句话说 还有不病者梦 这亦有不恶者 符合律哉 这是讲禅宗一个公案 禅宗的一位祖师 德山禅室 他开悟了 可是到晚年呢 也患了重病 病很痛啊 他就在那里呻吟了 哎哟 哎哟 弟子们就问师父了 说师父 你还有疼吗 他们以为开悟的人应该就不疼了 你怎么还疼呢 德山大师就说 有个不疼的 这个就是残疾啊 弟子呢 着相呢 看到师父疼 这是着相 看到这个相上 师父有病啊 疼 而师父的心安住在自信上 自信不疼 人家念念不忘自信 所以人家问疼不疼 有个不疼的 这是见性的人啊 念念不离自信 所以疼的就是这个臭皮囊而已嘛 疼一疼 过去了就没事了 就解脱了 那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 你心心念念念阿弥陀佛 肉体疼就让他疼 那阿弥陀佛不疼 所以莲慈大师用这个功能提醒我们 有一个不病的 当然有一个不饿的 就是病苦恶难 这个恶难 就包括所有的这些 临终时候的这些障碍 障碍顶多障碍你的肉体而已 障碍不了你往生的心啊 除非你自己退心啊 自己不退心 自己身上的业障也好 外面的冤家也好 都障碍不了你往生 所以心无一切贪念迷惑 贪念的对象啊 包括很多 那么自己要学会关照 看自己贪念什么 是贪念财产呢 还是贪念眷属呢 儿孙呢 还是那个萝卜肝呢 只要有贪念 你放不下 就往生不了啊 平常就是要好好关照自己的心 偶一大师教我们呢 持戒为本 净土为归 下面就是观心为要 观心我们学净土 就观我们自己 这个信心 愿心 具不具足 有没有怀疑 有没有贪念 放不下 就观这个 确实一点怀疑都没有了 一点贪念都没有了 那你决定往上希望 那么如果真正到了一切放下了 这里讲的 诸耿越狱正念分明 舍抱安详 如露禅定 全放下了 就有自在了 正念分明 到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不间断 把这个抱体舍掉了 非常安详 没有痛苦 像入禅定一样 有人来注念也好 没人来注念也好 都无所谓的 像海贤老和尚 对自己往生西方 有十足的把握 他跟大家讲 我往生时不用注念 靠自己念佛 让别人注念 没把握 不牢靠 我们要有这个本事啊 就是师父上教我们的 你放下就行 那么 真的放下了 当然还要提起 提起什么呢 如果有缘 能够帮助众生 能够鸿护正法 那我们还是要去做 这是上报佛恩 过去慈州大师 就讲过两句话 若不说法 度众生 毕竟无能 报佛恩 我们现在遇到佛法 这一生就有 出离三界 了脱生死的希望 特别遇到 我们就能够了脱无量级的生死 能够了 那佛的恩德就太大太大了 那我们就应该有缘 说法 鸿护正法 来度化众生 来上报佛恩 那这样会不会障碍你往生呢 不会的 这反而会帮你积累往生的资粮 这就是福德资粮 因为啊 往生极乐世界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比过 那我们能够啊 鸿护正法 度化众生 这也是福德资粮啊 就是怕你 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放不下而已 放不下了 那你就往生不了 放得下了 都不成障碍了 你看慈奏大师 一生也是说法度众生啊 临终的时候 也是诸根悦欲 正面分明啊 那给我们会集 无量寿经的 这位夏连菊大师 一生也是弘法利生啊 通宗通教 显密圆容 为我们呢 会集无量寿经 而且留下很多啊 很好的著作 比如说静修节药啊 阿弥陀经 它也有一个会集本 把九摩罗石 跟玄庄大师的 两个本子 会集在一起 也会集得非常好 我的母亲 就是专门念 夏连菊老菊 是阿弥陀经的 会集本的 那还有宝王三魅灿 还有这一本 禁语 我们这次佛妻 也讲了不少 他的技术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老人家 也专门在北京提倡念佛 在1945年 正好是70年前 当时啊 当时啊 这个啊 日本 法西斯 这个军队啊 还占领我们中国 那个时候 夏连菊老菊士 就在北京啊 发起什么呢 联合祈祷法会 办一次念佛的西斋法会 这个法会呢 从四月初八 释迦佛圣诞 那天开始 是在北海团城起见 昼夜念佛 起见这个佛妻道场 七昼夜念佛 每天都有一万人参加 万人佛妻啊 所以三年前 我们在香港 有办过一次 万人的佛妻 还有万人三世训练 我们不是第一次 夏连菊老菊士 70年前就办了 所以念佛 消灾的效果最好啊 大众念佛 夏连菊老菊士 还专门写了 记子来撤离大家 这个记子里面 有四句啊 就讲了 生字皆识相 同户同时应 心静佛土静 心平世界平 这是好多句 其中的四句 讲什么呢 我们念佛的生 还有字 四字也好 六字也好 揭示十项 十项不容 换句话说 揭示自信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口里念出来 字句清楚 耳朵听进去 声声分明 同户同时应 我们在呼喊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跟我们感应到脚 感应同时 念佛的时候 心就清净了 纵然是乱心 佛号同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那心清净了 佛土就清净了 心平了 世界就平了 就和平了 你看简单的几句话 可以说概括了 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的内涵 一切为心造 那我心念佛 想佛 这个世界就变成佛法界了 所以这次佛期大弹之火 不到三个月 日本就投降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结束了八年的清华战争 那有的人说 这是不是巧合呢 你认为是巧合就巧合吧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 念佛的功德第一大 消灾的效果最好 忽视习灾 莫过于念佛 更何况万人同心呢 真是万众一心呢 念阿弥陀佛 那是震动发界的 消除众生的业力 那是不可思议 那我们这次啊 没有万人啊 十分之一 千人 也不错啊 因为我们这次不仅是念佛 还加上八观再戒 谢谢呢 所以持戒念佛 那我们相信 我们这次法会 这个互试西载 这个效果也会十分殊胜 那么 所以 这个慈州大师 夏连居老居士 都给我们视线的 弘法立生 自己往生呢 你看夏连老往生 欲知实至 他也不需要人家住念的 是吧 他把人家喊来了 自己往生了 他走的时候是什么呢 自己在那里念着佛 念着佛 然后忽然一声 喊大声 阿弥陀佛 把人家吓到了 大家赶来一看 夏连居老居士 已经往生了 所以不是人家给他住念 是他给人家住念的 所以海鲜老居士 我往生说不用住念 靠自己念佛 当然来的人呢 来的人就给你种善根 就像我们这个念文里头讲的 令诸众生 见者闻者 欢喜感叹 发菩提醒 所以不是说 你念佛功夫很好 就不要促念 还是要慈悲 给人住念的机会 让人家种福天 但是呢 自己功夫不到 那就要人家住念了 像印光大师 文抄里面就讲了 住念呢 就是你功夫还没到 那就好像你上山呢 自己身体很磊弱 上山很吃力 那么现在呢 有人前面拉着你 后面推着你 两边有人扶着你 这样上山就很容易 所以住念功德也很殊胜 本来他 借乎往生 还是不往生之间 还没有定 你帮他住念呢 就把他拖上去了 所以住念的功德是很大的 我以前也是非常喜欢住念 住念其实真的是帮助自己 平常念佛还可以马马虎虎的 不认真也没关系 但是住念的时候 那必须得认真 不能马虎啊 看着一个人那么痛苦 最后在临终内剩一口气 这时候你就起慈悲心 就给他拼命念 那这个功德呢 七分功德啊 这个一分他得到了 六分自己保留 这都是地藏经上讲的 有根据的 不是定红自己随便说的 那这里讲灵命忠实 欲知实至 欲知实至通常 如果你看往生 这个净土圣贤路里面的例子 很多是什么呢 提前三天七天往生 就提前预知 当然不定的 有的人预知得很早 像沈安大师 提前五个月就预知 告诉大家 我明年四月十四日往生 很准确 时间呢 一天不差 连池大师提前半年预知 那前几年呢 我听说在四川有一位 为国兴老居士 他往生是什么呢 预知到 十二点钟往生 准点往生 到了那个差不多时间 他就坐上那个 那个法座上 大家开始给他注念 刚好 十二点 那个钟 当当当一敲 他就走了 还录像 开网上大会 表演给大家看 这个功夫就特别好 那自己的祖母呢 是预知 实际是两天预知 所以真正能够好好地念佛 念到心清净 这些预知的能力就有了 或者是阿弥陀佛来告诉你 或者自己就感觉到了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 我也是听说很特殊的 我们这个正觉经社 有一位老法师 他是呢 这个十二年前 见到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来 到他的疗房来 告诉他说 你十二年之后 我们来接你 那现在 他是到明年才十二年 所以他跑来笑笑告诉我 明年我就应该可以走了 现在还在那面佛 是谁呢 暂不公布 他跟我讲 他说 以前有人给他算过命 说他往生的时候啊 会很隆重 很多人来的 我就想 那我给你来办后事 如果我跟你办后事 我一定会招很多人来 好啊 开网上大会呀 真正度化众生 这是最好的效果 我们在台上啊 千言万语 讲的口干舌燥啊 人家还未必相信 他人家一表演 不由得你不信 你看我奶奶往生之后 是吧 这个全部 以前我俗家的一些亲戚 全部都度了 全部都归一三宝 那我是在这个原来俗家排 排老大 长孙 那个老二呢 就是我的堂弟呢 他本来是不信佛的 不学佛的 我也劝过他好多次 他就是不接受 结果这次呢 给奶奶去送病的时候 第二天出病 前一天晚上念佛 念到凌晨一点钟 因为大家一起念嘛 他不好意思不念 五百人一起念 通宵念佛 他也跟着念 念到晚上一点钟呢 他说他见到阿弥陀佛了 说阿弥陀佛放着大金光啊 然后用莲花 把自己的奶奶 就我奶奶了 还有爷爷 还有十三位祖先 就都视线给他看 坐着莲花 往生西方 不是做梦哦 就这样看到的 那还有这奶奶的孙女 就是我的堂妹 她做梦 就梦到啊 奶奶啊 这个啊 就是像一个 就是女转男生 像一个菩萨的样子 微寒的这个双目 非常庄严 还有这奶奶的女儿 也是在做梦的时候 梦到奶奶 做的一个很大的莲花上 这些都是给他们 视线的瑞相 所以他们呢 全部都相信了 这回 那个 陈静云老师 特别为爷爷 我的爷爷奶奶 都立了大台位 我相信他们也一定来了 因为呀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阿彼八至菩萨 就马上能够回到这里 那是阿弥陀佛神力加持 那我自己就有这样的见证 我还有一位老人 就是我的姥姥 我的外祖母 我母亲的母亲 1994年往上 当时刚刚接触到无量寿经 刚刚那时候 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 念书 我95年才到美国留学 那时候我是92年皈依 那时本患老和尚 接应我们入佛门 我母亲带着我入佛门 那么本患老和尚呢 就一见到我 就劝我出嫁 当时我才20岁嘛 根本没想到出家的问题 只想到出国 然后老和尚很自卑 就赠送我一套 台湾一星年公司出版的 净空老法师讲解 这个无量寿经的录音带 那是只有录音带 还没有光碟 我们就拿回来听 所以无量寿经是本老 传到我们事儿了 然后呢 听了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劝 老祖母 外祖母啊 这个 好好地求生西方 结果平常是我当时是读地藏经 还没有读无量寿经 那我是每天一步 就陪着老人家读 那后来呢 无量寿经很好嘛 我们听了老法师讲 无量寿经很好 所以就让老菩萨去看无量寿经 所以他这一辈子 就看过一遍无量寿经 就是夏连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看完之后啊 他问我母亲呢 说极乐世界真的这么好吗 我母亲就说 真的 然后呢 这个就劝他 你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时 这个 我姥姥就很欢喜 他一辈子非常善良 那么一辈子照顾自己的先生 八十岁 我外公才辞世 那么辞世之前 我那姥姥还给他每天倒洗脚水 这女德啊 是做的 真的是一个模范 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呢 就比较容易入净土 所以他接到净土 他就欢喜信药 虽然呢 也没有怎么去学经教 也没怎么念佛 但是有这颗 欢喜信药的心 就可以 所以到临终的时候 我们大家给他助念 他含笑往上 那么 给他做完 这个二十四 就是念佛念了一天一夜吧 给他 擦身啊 换衣啊 身体都很柔软 头顶温热 那么 之后 三个期 那 我还在中山大学念书的时候 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梦得很清晰 就梦见了 我的姥姥 就 很庄严的样子 在他过去的故居 坐在他自己常睡的小床上 双盘 结家福坐 我在梦中啊 当时就有点奇怪 我在印象当中 我姥姥的腿啊 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不能盘坐的 怎么能够现在双盘呢 在梦里就打妄想 想这个 然后我姥姥就跟我讲 说我现在啊 就要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呢 来念阿弥陀佛啊 送我吧 于是我就在梦中 很欢喜 你要往生 我就送你 我就给他大声念阿弥陀佛 结果呢 是自己 佛号声把自己就叫醒了 一看表呢 凌晨三点 大概此时啊 就是姥姥啊 往生安养的时刻 那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往生之后的人呢 就可以马上回来啊 来帮助人 加持人 跟你有缘 他就来 所以事后呢 我就遇到一个啊 就是有天眼的啊 能够会看东西的 一个气功师 他不怎么学佛 但是他有这种能力 有一天看到我呢 就说 哎 你是不是进来 家里啊 有一位老人呢 就是辞世了 看到那个老人家 在我头顶上 坐着莲花 周围都是莲花的世界 长得非常的庄严 就在我的这个头顶上 那我说是啊 我就拿我姥姥的相片给他看 他说对 就是这个人 后来写了净土的经教才知道 真的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马上回来 帮助有缘的众生 那我我我跟姥姥当然是有缘啊 而且我是送他老人家往生啊 那他老人家一定是化身啊 来我头顶上日夜加持啊 所以从后来出国留学了 读书拿博士学位 然后在美国大学教书 后来跟老法师学经教 随老法师最后出家 学界 这一路来得非常的顺利 这冥冥中都有佛菩萨在互念的 那所以啊 我们自己啊 要求生净土 倘若啊 你要放不下儿孙 放不下你的家家亲眷属 你要正念思维啊 我现在放不下他 反而被他拖累了 那我往生不了了 对他一点益处都没有 大家一起生死轮回 那来生见到面了 形体也换了 都不认识了 有什么用呢 现在很亲爱啊 可能呢 来世见面都不认识 轮回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所以要放下 把情职放下 情职放下 我们升起的是慈悲 慈悲是理智的 不是感情的 真正能够利益对方 所以你真要利益对方 就现在往生西方 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你可以马上到驾慈航 来帮助他 加持他 你说你爱你的孙子 那你回来之后 你就日夜在他头顶上 放光加持就行了 所以想明白了 要用理智 要用正念 所有的情职都要放下 这样到舍抱的时候 自然不忙不乱 安详自在 或者坐着走 或者站着走 如入禅定 我们希望在座 能够将来有这样的视线 你们这样的视线 要先通俗 到时候我们现场直播 这样度众生 太殊胜 太殊胜 好 那临终正念 这一小课就讲完了 下面一小课 是感佛来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与观音 世智 主圣贤众 放光皆隐 随手提携 楼阁床帆 异向天月 西方圣境 朝是目前 令祝众 令祝众生 见者 闻者 欢喜 感叹 发菩提心 这讲道 跟观世音 大事智 都有愿 设受十方法界的众生 往生净土 那么只要能念他们的名号 发愿求生西方 他们都会来接的 所以往生 当然念阿弥陀佛 是正宗的 阿弥陀佛来接应 那念观世音菩萨 可不可以往生呢 也可以往生 观世音菩萨 也有愿 摄取众生 往生净土 你念他的名号 只要心求往生 也可以往生 那你念大事智菩萨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大事智菩萨 也是一样有这个愿 他在《愣言经》上讲 经与此界 设念佛人 归于净土 他在极乐世界 设受十方众生 归于净土 实际上呢 纵然不念 弥陀观音世智 念别的 能不能往生 只要你心里 愿求生西方 你一样可以往生 你看天台 游戏大师 他注解了 《阿弥陀经》 《元中潮》 这是天台的祖师 那他是求愿往生 他走的时候念什么呢 《阿弥陀法莲花经》 就往生了 念荆棋 也可以往生 天台的祖师 《阿弥陀法莲花经》 那我都说是第三祖 就是智者大师 他往生的时候 是念《无量寿经》 和《观无量寿经》的经题 往生的 所以不管你念什么 关键就是信愿 俱俗 这是关键 那么 阿弥陀佛 当然我们修净土 念阿弥陀佛是正宗的 这跟四十八大院相应 四十八大院教我们 闻我名号 自信信要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就得念这个名号 那么 《阿弥陀佛经》 教我们要 直持名号 一心不乱 所以我们就正式修行 就是念阿弥陀佛 其他的呢 全部作为助行 学经教 也是辅助我们 或者是 修忏悔法 也是辅助我们 学戒持戒 也是辅助 这些都是助行 助行也是很重要 帮助我们这句佛号 能念得很顺利 没有障碍 比如说 如果我们戒律不清净 那你念佛的时候 你忽然想到 自己还有犯戒的行为 心里就会生起 惭愧 懊悔 这就把你的心就搞乱了 心就不能定得下来 就有自责的心 所以能好好的持戒 心就能够定 能够持戒 就很容易达到一心不乱 所以这些都是助行 那么我们能够好好地持戒念佛 就是学海鲜老和尚 海鲜老和尚不是不持戒 人家也很重视持戒 人家说 学到当知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那学到当知心是佛 怎么知 你要学经教就知 很难无师自通 你要学经教 学经教就知心是佛 那行门呢 要以戒为师 人家海鲜老和尚 非常重视自己的戒体 你看在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把他都赶出庙 让他下乡去耕种 人家就是不脱这个僧袍 保持僧相 这是护持自己的戒体 临死都不肯舍戒 这就是给我们做好榜样 所以老人家 那时候就讲这两句话 好 好 就是讲什么呢 出家若还家不如不开花 这个话讲得很通俗 意思就是说 既然出家了就要做好样子 要做人天师表 要尊敬自己的戒指 尊重波罗提姆查 灵舍生命终不犯见 像之前的词语 如带持佛囊玉渡大海 佛囊不可破 我们戒体也不能有丝毫的回损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给老和尚写的悲悯 纪念老人家 就说 贤共和尚 佛门榜样 不是经颤远离立养 延迟戒律 似众轻养 老实念佛 道在平常 这几句话 把老人家一生行持概括得很圆满 人家出家 不为利亚 不为别的 就为了了生死 了生死 要从延迟戒律 做起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延迟戒律 就是戒学 老实念佛 就是定学 会学 老人家 三学 都做得很好 那么 以持戒为助行 以念佛为正行 这是给我们实行的榜样 那么戒 当然 首先要学戒 不学戒 就谈不上持戒了 你根本都不知道 这个戒相 不知道开吃饭 或者有犯的轻还是重 轻罪怎么忏悔 重罪怎么忏悔 这些都一无所知 那谈什么持戒呢 纵然是五戒 都要把这些基本的学好 这样行持起来 你就心安理得 因为你自己知道 我没有犯戒 心就会安 心安就容易得 这个三妹 那么到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与助圣众 现在其前 就是这个愿文里讲到的 放光皆矣 临终的时候 你见到佛了 佛一定放光 光一铸造到你身上 就把你的业障消 把你的功夫往上提升一个档次 譬如你原来只是功夫成片 现在一下子提升到 示意心不乱 那示意心不乱 就往生方便友谊土了 就不再凡圣同居土了 或者你平常就已经挣得示意心不乱了 佛广于铸造你 一下就提升到礼仪心不乱了 就直接入石堡庄严土 分正常际光了 就花开见佛 勿无声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连功夫成片都没有呢 只要具足信愿 一样可以往生 所以我们具足信愿了 这个临终十念 赶佛来迎 佛一放光 就把我们提升到功夫成片 也深见佛三昧 那么往生就是凡圣同居土 所以啊 见到佛了 那一切就非常顺利了 是阿弥陀佛带我们去往生 垂手提携 这个观音甘露撒我头啊 世智金台安我足啊 这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也现前了 楼阁床帆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宫殿宝台 床啊 帆啊 网啊 那全是七宝所成 圣庙无比 你都见到了 这个异香天月 异香就是我们鼻根闻到极乐世界的妙香啊 那经上讲啊 闻到这个香啊 就能断烦恼啊 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树 就陷阱无声法忍啊 还有 天月是耳根 听到 极乐世界 那个天月不用人去演奏的 风吹着树叶 因为那个树叶啊 都是金银流离 这个各种七宝所成的 就好像我们讲的风铃一样 这风一吹啊 就叮叮当当的演奏出庙乐 这都是无量寿俊上讲的呀 而且这个美妙的音乐啊 还说法 出微妙音 演说苦空无常无我 诸微妙法 我们一听到之后啊 立刻烦恼尘老全部都没有了 马上就开悟 法喜充满 你看灵宗的时候 这些现象都出现了 西方的圣境啊 招式目前 招式 就是非常明显的显示出 出来 不是模模糊糊的 非常清楚 那么 令助众生啊 见者闻者 欢喜感叹 发泼喜心 不仅你自己往生的时候看到 在你旁边帮你祝念的人 各个都看到 如果是你一个人看到了 人家还是不信 要眼见为实吗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这就不得不相信 真实不虚 而且如果是光是自己看到了这瑞相 如果你对法相啊 不是那么 很清楚的判别 你还不知道它是佛式还是摩式 假如众人都看到的 绝对不是摩式 一定就是感应 就给我们做往生西方的证明 就像黄炼祖老居士往生之后 你看黄炼祖老居士往生前 一天十四万佛号 念了半年了 十四万佛号 不知道大家念过没有 一天自己就有曾经念过 是在闭关有一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自己还学着走着念 就不坐下来 不躺下来 因为什么呢 一坐下来就会睡着 不能坐不能躺 也不能拜佛 拜佛就拜不起来了 就这么精心的念 一天才能念到十四万 二十几个小时 十四万要念二十二个小时 所以你看黄炼祖老居士 何许人也 不是大菩萨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行持 我才是念了几天 人家是念了半年 天天这样不见断 你这个功夫 那还了得 那他往生之后 满世异乡 经久都没有散了 这弟子们都知道 大家都闻到 不是就黄炼祖老居士 一个人闻到 这都都是瑞相 那么烧出来的舍利也是很多 那么再次讲 往生 就是感佛来引 见者闻者 见到这样的瑞相 没有不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心呢 就是往生西方做佛的心 那么 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节里跟我们讲 深信 切愿 就是无上菩提心 所以有些老菩萨 就不用问 什么叫菩提心 怎么个发法 搞不懂 跟你讲 很多经教 观经 讲 这个 至诚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大成启心论里面讲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越讲你就越糊涂 现在就跟你讲 你就真愿意发愿 往生西方 到极乐世界去 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不用那么啰嗦 直接了当 很简单 这偶一大师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往生西方就一定做佛 那做佛的心 不就是无上菩提心吗 所以 对老菩萨 不用讲太多的 就跟他讲 你就好好往生西方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一定来接你 那还有我们为人 祝念的时候 也是要这样子 祝念也要用开示 你看 印光大师 灵终三大药 这篇文章 要想祝念必须认真地学习 这个三大药 第一就是灵终开导 第二个是 轮班念佛 第三个不能够搬动哭泣 不能动他的身体 第一个临终开导 就是劝他要提起往生的正念 这个劝不用讲多 两三句话就行了 讲太多 什么身心 什么回向发愿心 把人家断气了 你还没讲完了 就是告诉他 老菩萨 现在就是你要往生的时刻了 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你了 你现在就一心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 灵终开导 就这几句话就够了 反复就讲这几句话 鼓励他 阿弥陀佛都来了 你见到没有 赶快念阿弥陀佛 提醒他 提醒他 他真的就注意 一注意 说不定就见佛了 因为他是临终的时候 只要念佛 佛就来接引 那么底下呢 就讲往生愿 刚才是临终 这个愿 现在是往生愿 又分三颗 第一 往生极乐 第二 见佛得蒙受祭 见佛得祭 第三 蒙祭俱德 蒙佛受祭 就具足无量的这些功德 首先讲第一小课 往生极乐 我一二十成金刚台 谁从佛后如谈指请圣极乐国 七宝池内圣莲花中 这是讲啊 我这个时候往生的时候 见到阿弥陀佛来 这时候呢 我乘着金刚的联台 金刚联台 是自己啊 上品上升 的这种证明 到极乐世界上品上升 做金刚台去 所以古时候就有 古德啊 智求金莲 佛来了 拿个银台来 跟阿弥陀佛讲 你老人家再等一等我 我要金台往生 又拼命用功啊 结果最后金台往生 那么佛从西方极乐世界来 皆因我 来而无来 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去而无去 在无去无来之中 而有去来 这就很妙啊 为什么说无去无来呢 因为总不出你的心性 一切都是唯心所限 那就在心内往生啊 你见到佛是心内的弥陀 往生净土也是心性中的净土 所谓啊 所谓啊 唯心净土啊 本性弥陀 但是呢 真的往生了 真的在极乐世界 享受了这个 医症 庄严的美好 真的就在这里头了 你的感受那么微妙快乐 所以真的往生 所以说 生者决定生 去者是不去 那么真正入无生法人啊 往生西方 就是圣莲华中啊 七宝吃圣莲华中 往生西方 时间很快 随从佛后 如坛之请 生极乐国 不要担心啊 哎呦 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国土了 这么远 我是坐车 还是坐飞机啊 坐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坐任何交通工具都到不了 你看 一个佛土 有多大 一个佛土叫三千大千世界 这就三个千相乘 一千乘一千 再乘一千 就是十个亿 十亿个小世界 一个小世界 用黄念祖老居士的说法 就是一个银河系 十亿个银河系 才叫一个世界 一个国土 那十万亿个国土 你说那多大 这个银河系啊 直径就八亿光年了 光走八亿年才能到头啊 就算你是城上光束飞船呢 你从银河系这头到那头都得八亿年了 那更何况十万亿佛国土 你没门 去不了 不是坐飞船去的 是阿弥陀佛来接你 你上了金莲花 如潭之请 就到了 阿弥陀佛 微神不可思议 正显呢 唯信净土 就是什么呢 你念头换了 国土就换了 十万亿国土 不在心外 就在眼前 好 那么这个网上极乐的小课就讲完了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就得真干了 就念阿弥陀佛了 那么念阿弥陀佛 那我这里也给大家讲一句法语 谁的法语呢 海鲜老和尚的法语 讲的是很通俗 但是大家要去落实 好 没啥开示的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念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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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